美方一些人不断渲染各种版本的中国核威胁论 他们不管翻炒哪种论调 都是充满意测和偏见 他们无非是借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 企图在国会的预算争夺中 多分一杯羹 最终目的是维持和强化美国的核力量 你提到的这名官员 在渲染了所谓的中俄核威胁后 再次呼吁美国发展新型低当量核武器 他为美国扩张军力 摇旗呐喊的真实意图暴露无疑